好這邊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一次查爾斯的快攻隊伍 搭配了杏仁果的 那這一次的改版啊 畢竟有黑珍珠嘛 那黑珍珠他的重點是什麼 有這個技能無視敵方趴數的傷抗 OK 所以我們這一次這個接招隊又來了 那一樣來講一下景宇 這個接招隊啊 敵方的話就是 尾巴後排的單補 盡量就是有一個怕飛為主 那如果他是花小龍的話 打起來會很辛苦 那一樣會有個翻車的實路給大家看 就是景宇還要下好下滿 然後這一組的話也不適合敵方是有帶那個羽毛的 如果敵方有羽毛的話 你打起來也會很累 也有可能會翻車特別說明 就這一組一樣他接招主要的話是打 那個單補帕飛為主 好那快速來看吧 配到這一邊的話我們查爾斯的話是完全抗的 吃斗篷的效果 其實這個配套沒有到很頂 我就隨便塞的 然後再來星塵的話就是完全攻擊吃斗篷的效果 這兩個單位他是吃斗篷的 特別說明一下就是我們斗篷的 這個的話是給我們的查爾斯跟星塵 月光的話就是完全冷卻的 全冷卻冷卻就是17.3%以上 全冷卻17.3% 然後再來黑珍珠的話這邊是完全攻擊的 雖然我們有幾個實戰的影片是用全抗 但是我覺得重點他是 碰下去人就不見所以他應該是全攻擊為主 那斗篷的話就是給這兩隻 然後星塵果的話就單純全抗就這樣子 好啦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的實戰吧 陣容 那我們這邊的話直接用快攻隊打下去 那他很有可能是3秒 3秒星塵 啊因為他這樣子放3秒精神也不一定他可以全部睡到啊 好這邊快攻的齁就是打 最後面尾巴只有一個單補的帕飛 好這邊看齁敵方的話這邊是花小龍齁 我們之前有講這個隊伍其實打花小龍還是有機會翻車的 然後再來還有帶這個問號問號的石頭 所以很有可能也是在黑珍珠吧大家看吧 斗篷給誰斗篷給查爾斯加星塵 喔他剩一隻星塵而已耶 等一下我怎麼打得格外的艱辛啊 欸欸欸怎麼打得這麼辛苦啊 不是吧 欸欸欸不是等一下 大哥 我們會贏的吧 大哥 我們 大哥 好看起來我們還是打 帕飛的吧 花小龍那邊跟我奶 打人家一二二的嘛我們說是單補的帕飛對不對 敵方的話他這邊他是放香草 香草的補量蠻高沒錯可是他這個就是送分體 我來帶我光顧 請問我的主要再送你過來 讓你感受星星的愤怒 幸運情夢 光是平神 就這樣插一下人就不見了 哇欸這個單怕飛的我沒有打過欸我不知道欸 二二一的這個我試試看 妖怪永不滅 我沒有想到他這一組也是送分體喔 呵呵呵 咖啡的尾巴 打下去 妖怪永不滅 感覺這個也放帕飛我覺得他是帕飛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他是帕飛 這個感覺就是像塞一個帕飛 然後再塞那個 閃耀之類的我不確定說不定我自己打臉 搖滾永不滅 XDDD 搖滾永不滅 就 棒了哦 這邊再來用一個快攻吼 那我們也不確定不過敵方 看起來的話應該是帕飛吧 就是單補的好嗎 好 再打一下 結果敵方這邊是花小龍啊 我的天啊 花小龍完了 然後來這邊剩下一個火龍果 怎麼辦 各位 完了 我們在一分鐘之內 趕快把火龍果打掉 快 哈哈哈哈 完蛋了 等一下 不要啊 打錯人了 對不起啊 啊 好 所以這樣子實驗證明 我們還是要確定敵方 敵方如果是怕飛 我們才能打好嗎 就是這一組跟大家來講一下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盡量你要確定敵方後排是單補的怕飛才能打 如果是什麼花小龍啊 之類的東西又把它拿起來 那就不好玩了齁 就是 我希望的是說這一次的改版啊 雖然他真的刻位很重 但是就是還是盡量要用一些不一樣的隊伍來呈現 讓大家可能覺得這個改版還是有改的感覺 OK 好啦 就這樣子了